好不过我接下来问一下蔡委员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纳坦雅胡 他是不是还能够继续的做下去 因为呢美国的新闻网呢 说这个拜登认为纳坦雅胡呢 总理的任期可能剩下几个月 那已经对这个舒适这个 哈马斯攻击要负责 但是呢后来白宫有否认相关的报道 但是呢这个彭博也说 拜登说 这个尾巴呢是需要暂停战斗 但是他没有说全面的停火 他讲的是说人道的一些停火啦 并不是说要全面的 人道主义的休战 对但并没有说要全面的停火 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 布林肯在今天会在访以色列 那之后他也会到 越旦跟中东其他国家去访问 要推动的是人道主义 暂停交火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 他跟他一起去的是谁呢 还有就是美国的新任驻 以色列大使宣誓就职 因为他本来在7月的时候 就空缺下来 那现在就是刚好这个时间去 委员怎么看 就说美国的态度 美国的态度 他自己把自己陷入困境 我就劝劝 以色列也好 犹太的朋友也好 你们 因为哈马斯 要兼媒哈马斯 但是你们自己变成哈马斯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犹太人之前是被屠杀 但是如果你现在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你会自己变成哈马斯 你会把二次大战 大家对你的那种困境 所表达的支持跟同情 会损磨损殆尽 那美国会被拖进去 因为在美国的政坛上面 这个美国 以色列 犹太财团是三合一的 你真的 我们了解到他没有办法 这个产生锻炼 真的没办法 举个例子 有阿拉伯议员说 哎呀拜登我们上次支持你 如果你不叫 以巴停火 我们这次选举不再支持你 然后问题来了 这个川普喊着 支持以色列 消灭哈马斯 昨天还在喊 他完全不提停火的时候 完全不提 他之前跟纳坦雅胡也不错 对啊 他跟纳坦雅胡好 反正拜登跟他不好 对 那对于拜登来讲 他有没有能力叫 纳坦雅胡下台 我认为没有 没这个本事 第一个因为还在战争中 第二个现在以色列的国内的气氛 跟我们想象的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能看到 这个美国各地 有些犹太的朋友们站出来 主张要停火 可是在以色列内部 民调上也许有 在政坛上是没有的 他的以色列国会 只有一种声音 觉得纳坦雅胡 你应该下台 因为你让这个巴勒斯坦人 巴马斯攻进来 这个不可原谅 然后下面就说 你要派大军去剿昧哈马斯 什么手段都可以 他的国内的状况是这样子 杀完了再下台 对 真的是这样 这样是很经典 真的是这样 很经典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真正在国际上 不管是中国俄罗斯 或者其他什么玻璃维亚 采取什么行动 都没有办法去影响到以色列 那只有美国可以 可是美国总统自己 深陷到连任的压力 不客气讲 拜登是靠犹太人当选的 因为上次犹太选民 在美国有800万 35%支持川普 65%支持拜登 难怪这一次川普整天喊的 就是要把那个犹太的选民 给拉过来 对对 你不要讲那么白好不好 你都老那么坦白 所以有这么一个 美国政治上的一个盲点 美国真的很难有什么作为 所以美国已经失去了 领导世界的道德的正当性 所以如果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 在11月份 应该好好的K美国一下 难得这么一个好的机会 我接下来就要来看 就说11月2号呢 大陆外长王毅跟越旦外交 还有乔务大臣呢 有通了一个电话 那强烈的谴责对加萨走廊 难民的攻击 巴勒斯坦跟以色列民众的生命 是同等重要 对王毅认为说 不应该奉行任何双重的标准 人道灾难不应该再继续下去 那刚刚呢 这个蔡委员有讲到说 的确中国呢 就是现在出任的11月的 联合国安理会的 这个轮值主席 那么中国外交部在11月2号呢 也表示说 加萨的局势呢 是本月安理会日程最重要的工作 当务之己是要推动停火止战 我补充一下 大陆上是一直希望停火止战 但是有一个地方 到现在不敢吭声 不敢说以色列一句不好 哪里 就是台湾的塔绿班 你看民进党 我看到现在 赖青德有没有讲过话 没有 蔡英有没有讲过话 没有 最喜欢嘎啦嘎啦的吴昭燮 有没有讲过一句话 讲过一次世界舆论所公认的 什么叫做正确的 一个处理方式 都没有啊 不敢讲以色列一句话 然后更扯的 所有利盈的那些知名的媒体 所谓的媒体名嘴 不管是周一扣1.0 2.0 3.0 4.0 5.0 没有一个批评以色列 也都没有讲两国方案这样的东西 没有人敢吭声 赖道理 你这个民进党主张一边一边 你没讲两国方案啊 不敢吭声 不敢吭声 为什么 因为他怕美国怕到这种地步 美国就民进党塔利班来讲 是爸爸 然后美国人又把以色列当爸爸 所以我们民进党的塔利班 是以色列的孙者 结果是这样子 那现在中国大陆要在安理会努力 这11月份是难得的机会 一定要不断的提案 不断的受造舆论 不断的把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代表 找到安理会来开会 让他们辩论 然后把它呈现在国际舆论上面 那使得欧洲国家都不敢 靠近美国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大家再来说一下嘛 嗯嗯嗯 好 不过我刚刚有提到说 虽然呢玻利维亚打响的第一枪 就是跟以色列断交 看起来是没什么用 然后智利哥伦比亚 约旦巴林 都召回了驻以色列大使 现在目前看起来 好像在国际上的一个制衡 好像也没什么用 好 但是我们看到 我要接下来问一下丽将军 因为我们看到说 11月2号呢 纽约时报有一个报导 说呢引述了这个飞行追踪的网站 发现说 美国军方的MQ-950机呢 是在加大走廊上空来飞行 但是呢五角大厦后来有说 说这个不是来支援 这个以色列的军方的 而是呢用来搜寻人质 不会用来支持 以色列地面的行动 你怎么看 可能吗 对不对 美国这个飞机到那边去 他怎么去搜寻这个人质 你就顺便有一些资料 人质都在地底下 对不对 他这个 你的飞机来讲的话 你再怎么样搜寻都搜寻不到 其实这就是在干嘛 你知道 等于说是在帮以色列 在寻找这个哈马斯 他们的地面的位置 火力点的位置 因为他这个 其实我 我前两天我还看过 他们那时候从美国拿回来的 这种就是空针的图 空罩的图 在83炮战的时候 他那种空针图 我拿来给我们看过公布了 现在来讲解密公布 我一看刚开始 他那真的是很 那时候是那种高空侦察机 U2那种侦察机 飞在2万尺高空 在65年前 我们都很压抑 他地面上面照得清清楚楚 解析度还很好 解析度非常好 连一个弹坑都看得到 对 我这下面还存在我这里面 然后当时一般老百姓 可能看不懂说 这个 因为他这个是垂直往下看 但是你必须要有那种经验 就是说这个是防炮阵力 这是炮阵力 因为排列的方式不一样 还有这个是弹坑或什么 在65年以前 他的U2侦察机的照相机 就可以造成这样 那你想想看 这种无人机 他可以说 他这样飞过去之后 大概每一个哈马斯 他的定点位置 他的机枪阵地 或者火炮阵地 或者是他的坑道口 他甚至于都有机会 说把你找出来 那他这些情报提供给谁 就是提供给以色列 所以我在想说 他这个一定是军事上资源 你说用来搜寻人质 这种话是 这个是 甚至是讲 你用这种谎话讲 你怎么去唬一些 老百姓都不见得唬得过去 那我特别要跟蔡委员报告一下 其实我们蔡英文有讲话 不是没讲话 他在第二天的时候他就讲了 那时候我还特别说了一句话 我说你太早表态了 那时候蔡英文是力挺以色列 立刻就表态了 立刻表态 不然收回去了 那时候又不要 但是那时候我说 我这时候 总统讲话怎么是收回去了 他怕得罪阿拉伯国家 那时候我就说 你这时候你会不会太早表态 就立刻以色列 你在一开始的时候 10月7号空战 8号还是9号 我说这个东西 现在我们台湾来讲 你不要去选边站 对你选边站的结果来讲的话 我们其实上台湾也需要说 阿拉伯这种国家的能源跟石油 你这时候去选边站 你会不会得罪回教那些石油 其实我们应该以我们自己的 这种国家来讲的话 利益为最优先的考量 当然我们也需要 以色列很多的帮忙 军事上面或科技方面 我们也需要以色列的帮忙 但你作为一个国家元首 你不要太早站队 对不对 我觉得蔡英文第二天他就站队了 我那时候还特别讲 说你现在太早站队的话 会不会以后来讲 影响到国内石油的能源 那果然没错 现在来讲如果说是中东这个 这张一直打太久 现在来讲他不敢再讲 再讲的话可能会不会影响到 阿拉伯或者是这个巴林 或者是科威特这些石油 对我们台湾的攻击 现在依然已经仰眼了 就开始要切断石油的攻击量了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我们台湾来讲的话 最好是 就是减减减的在那边 不要站队表态 那美国跟美国现在打的什么算盘 你看这个他讲的是暂停战斗 他不是讲说警火 他只是讲暂停战斗 因为世界舆论 人造舆论力量太大了 对 那美国来讲承受不起 这时候他只是暂停战斗 那他后续的战斗要怎么样 其实他提了三个方案 大家不要有没有注意到 就美国跟这个以色列来讲 他目前密伤了三个方案 第一个就是说 由美国来管理加插手郎 那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美军也不敢进去 加插手郎 你继续当维和部队 你在这个地方 就像你去采访一样 你敢在这个地方待久吗 你美军来讲的话 现在在穆斯林哈马斯的眼中 你是跟以色列站队 第二个是由联合国 把这些难民在西奈半岛 成立一个联合国维和部队来托管 我觉得以色列 埃及现在就不答应 那他们第三个方案你知道什么 是其实很 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就像你刚刚亮哥所讲 他又把这个加插地区的这些 这个巴勒斯坦的民众 就分散到各个国家去了 就驱赶到各个国家 这些西边到约战 南边到埃及 北边继续往那整个加插地区 整个把你清空 那美国其实现在我觉得 他跟以色列打的是这种算盘 所以他暂时停火 他北边拿下以后 他就直接打南边 把这些难民往埃及打 但埃及知道埃及也知道 所以埃及现在一直很强烈的反对 说把这些难民移居到西奈半岛 他坚决的反对 因为一遇到西奈半岛 下一步就是西奈半岛的战火 会整个点燃 所以我觉得中东这一局 其实如果说有美国在后面 递招子拱火来讲的话 其实很难结束了 很难结束 目前就以这种状况来看的话 还要一段时间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艺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艺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艺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感谢观看 请frag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